日后 过来,来啦 打他 让他继续 老师 belong blow to the 今日大家都很有精神 来,坐,坐 我念唐诗 来,念唐诗 今儿我、带大家念一首杜甫的诗 属相 来 丞相池塘何处寻 进攻城外博森森 丞相池塘何处寻 进攻城外博森森 这个的意思是 哎呦 婉婷啊 你竟然怎么脸色这么差呀 黑眼圈很深啊 怎么 左夜没睡好啊 没有啦 姑奶奶 我是昨天有跟老天爷打赌说 我如果到今天早上五点 我可以超完一百遍心惊的话 那这样就代表姑奶奶不会有事 结果真的 我在五点就想要 就超完一百遍的心惊了 姑奶奶 你看 是我显得一百遍的心惊 傻孩子 你怎么那么傻呢 那天夜不用到一夜都没睡啊 小妮 你们俩有事啊 不是 我和小蝶不是没有睡啦 我和小蝶要准备一副礼物送你哦 不是 我和小蝶不是没有睡啦 我和小蝶要准备一副礼物送你哦 你们 姑奶奶 这个 这个 这是 这个是我跟强妮昨天晚上找了很久才在网路上找到的图案 这里有五只蝙蝠 象征的意义是五符灵门 贴在房间里可以祈福哦 对啊 而且还是我和小蝶一手一手七首刻的哦 等一下我们就去贴 这样可以保佑的姑奶奶一切都没有事 所以姑奶奶的检查报告啊 就会平安无事 一切也没有问题 姑奶奶你不要怕 姑奶奶不怕不怕 你们很乖 有你们在 姑奶奶不怕 走走 姑奶奶 可欣你也有事啊 姑奶奶虽然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你做什么 但是 你看 这个啊 是我 Amanda 今天早上四点帮你做的健康养生餐 对啊 姑奶奶 为了符合你少量多餐的原则 我们把你本来吃的份量 分成这些小小的盒子里面 这样你一次就不会吃太多了 你这样子可以几个小时吃一小盒 胃也会慢慢好起来 对啊 姑奶奶你看 早餐的时候就吃这个小米粥 然后配这个小馒头 还有水煮蛋很健康 那午餐的时候 就吃这个软饭是泡过的 所以比较软 比较好咬 然后还有这个嫩豆腐好消化 当然还有这健康的菠菜汤 对啊 姑奶奶 我们还有帮你准备晚餐哦 晚餐我们准备的是清蒸鱼配白饭 如果姑奶奶还会饿的话 我们还有准备饼干 给你做点心哦 哇 一定的 姑奶奶 你人这么好 你只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身体 你的胃一定会没事的 放心 姑奶奶没事 谢谢啊 谢谢啊 我爱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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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小猴 你也有话说啊 姑姑 哎呀 虎缩啦 虎缩啦 等一下跟你说 不知道民国几年了 这样啦 姑娘 这个我们长后 当然是来廟的 给你照个平安府 才刚才有人在拜祭 我们就拜祭那个庙里面的人 叫我们参加 我两个在那里 整三四点钟 这么整的呢 拿出来 姑妈 姑妈 我 我不会茫然帮你曝瓜 所有跟阿姨 求到庙里 帮你求一张钱 姑妈 其实她喔 不是说不敢帮你曝瓜 她是不敢看说 曝出来的瓜俗好还是不好 没关系啦 没人会笑你俗了 姑妈 你是在拍摄什么 姑妈 你把阿红 做小事帮到大事 就不像她的妈妈啦 对喔 她的家面对这个属性 这也是正常的 她又对我那个塔罗牌 很没有信心啦 所以我们就想到庙里 去问神啦 这样比较公道 看看神给我们的祖室 就可以知道你的胃 好还是不好啊 姑妈 按照神明的指示 你不会有大碍 放心 好 请您求一张上香钱 大吉大利 我看看 看看 这是瑞克传来的准轻啊 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 我看了我看了 你看不看了 这是传给我的啊 太吗 瑞克说 瑞克说 我要选一个随身物品 美国总统选了一瓶水 他说渴了就可以喝水 英国首相选了一把雨伞 他说这样可以遮太阳 德国总统选了 德国总统选了 选了把车门带走 嗯 其他的两个人就问德国总统说 你为什么要带走车门 德国总统说 因为这样子如果天气热的话 还可以摇下窗户散热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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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这样 这是什么 他传这个什么笑话 真是太不懂事了 又传这个笑话 还有 瑞克说 姑姑奶奶还听到 应该有笑吧 她说如果有笑的话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肠胃蠕动的话身体就会好 她还有说 说她在美国一早起来 都会做运动 请姑奶奶不要偷懒 一定要带着强妮去做运动 不可以平了这个臭小子 难道她说这是什么话 我是强妮 现在是那种人吗 下 知道就好 阿姨啊 你教的这两个孩子 很乖 很懂事 好 你们大家放心啊 我不会让强妮这臭小子 太好过的 她发简讯来了 姑奶奶 瑞克说你吉人天上 一切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对啊 姑奶奶身强体壮 为了证明我没有要偷懒的意图 尽量的锻炼我吧 行行行 只要你有这份孝心就行了啊 我看这样吧 昨晚大家都太累了 别了别了 唐诗咱们别念了 大家一块好好吃个早点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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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来 走走走 快快 谢谢 谢 你看 微快 好 感谢观看